請注意,此影片含粗俗用語,不適宜遺同及疑打爛陣人士觀看 是啦!大地鳥! 此影片絕非廣告,自費的屌理 即是這樣,早前我的微波爐壞了 自從買了多士焗爐之後,真是很少用微波爐 所以一路都沒什麼需要買 但拍片視野,很多時候都要用 所以怎樣都要換的啦 無緣無故浪費幾塊水換,我又有點沽汗 等到有消費券,才得起心肝落單買回來 那落單那下,就屎發痕了 買那個出了好多年,想了好多次 都因為覺得買回去,不會經常用而沒買的窩夫機回來 不知道啦,戒糖戒澱粉的話 出去不是經常都有吃的窩夫的嘛 買一部機回來自己做,是不是很合理 那時候還要快要生日 送份生日禮物給自己,都好像不是很過份 加上心理上,好像不是用自己的錢 就很衝動地吊了下去 完全是屎屎鬼行為 開盒都是有部機,有些說明書 這隻牌子除了專出港女色外型靚仔 和其他窩夫機之外 最大的特色是烤盤可以換款 烤盤旁邊有個按鈕 拉鬆它之後就可以拿出來洗或者換的啦 跟機除了有窩夫烤盤之外 還有TOPANINI烤盤 它另外還出了好多不同款的 大部份都是200元 雖然一次都沒用過這部機 都不差再買多一兩款烤盤回來 今次我就選了蛋糕仔和鯛魚燒 話就說拍片可能有用 但是完全是因為屎屎屎 你以為這樣就行了嗎? 買了一部貴的我就想 它跟便宜的雜麥窩窩夫機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要買這麼貴 你們是不是都很想知道 所以我還吊了一部便宜的回來 這部是我在HTU摩視鋼彈按的 上面還有其他幾款便宜少少 又有得換烤盤的 我選這部是純粹因為它做到窩夫之餘 又做到鯛魚燒 可以跟貴的那部比較一下 但是一開出來已經覺得被人滑了鑊 它買的時候 車頭照片是好Tippany那隻湖水碌來 真身一點湖水都沒有 根本就是藍色來 跟著我想買的頁體 才發現它很古惑 把車頭照片上的相機 跟其他相片不同的調 還有它新開出來已經有些花花的感 油好像不是上得很實 不過看回價錢 我們就不要計較那麼多 它構造跟剛剛的布好似 都是有個按鈕拉鬆就可以脫發東西出來的 烤盤面都是熱潔塗層味 只是它的烤盤鋼水好像沒有那麼足 整體好像薄一點 沒有那麼實正 你可能覺得差不多四塊水買一部夾夾機 都不是最便宜的那些 但是它跟了四款烤盤 三文治、鍋膚、釣魚燒還有雞蛋仔 剛剛那部買兩款烤盤都四塊了 它四塊有爪還要多兩款烤盤 是不是便宜很多 正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如果你不是兩部拍賣看的話 又不會覺得便宜的那部有什麼問題 不過的確的 無論由包裝、說明書、烤盤到部機摸上手 都明顯感覺到它便宜很多 部機的B位沒有那麼平滑、靚仔 膠摸落又好像chip一點 拆出來還有一個淘寶工廠層的手感 貴一點那部好像什麼都乾淨一點、麗利一點 當然這些只是表面的東西 我怎知道它的廠有多髒呢 賣又是大陸做的 它們兩部都有時間制 貴一點那部最多數到十分鐘 便宜一點那部最多數到三十分鐘 但是連續用三十分鐘它會不會熱過龍 我就真的未試過都不敢試了 它們兩部都是關上之後購買的 貴一點那部的扣有少少彈性 開過下要用少少力力拍開它 生的話只要自然放下蓋它就會自己扣起來 用下都很快 我都以為這樣的扣很基本 但是試試拍便宜的那部才知道 不是個個都用這隻扣 它的扣沒有任何彈性 加上扣很硬實 開那下真的要用力開 生那下要用更加多力拍實它 用久一點會不會鬆我就不知道 這下我只知道是扣扣的 至於換烤盆的話 兩部都是這樣的用法 貴一點那部烤盆兩邊有隻耳朵 讓你多數都不用碰著有食物殘渣 油膩膩的部分來拿起它 便宜一點那部就沒有耳朵的 好像沒有那麼好握手 打去過最彈一點 拿個烤盆出來的時候明顯彈得高一點 這樣叫不叫優點呀 貴一點那部一次可以做兩份鍋膚 便宜一點那部就只有一份 看來便宜一點那份好像大一點那樣 但對落的烤盆又好像貴一點那部深一點 這個時候唯有看容量 我在兩款都加水加到剛剛遮不到格仔那麼滿 脫開一份窩夫這樣看 貴一點那部一份都好像多水過便宜一點 當然啦 這樣量計不到底和面中間裝到多少份張 所以不准的 你當是有個參考 一份份計的話兩份差不多那麼重 我買藍色那部的時候沒有看尺寸 心想一次做一份的機都不會大得它邊 開出來真的打個疊 比我想像中大塊好軟多 兩部拍賣的的確是貴這個部帶少少 但是以做一人份量的機來說 我就覺得便宜這個部帶得有點不合理 便宜了 貴這個部有兩盞燈 除了電源燈之外還有一盞熱燈告訴你夠熱 由部機室溫開始開的話 大約未動5分鐘左右就夠熱 這些扭的時間制一向都不是很準 但是貴一點這部我試了幾次扭到盡10分鐘 結果它走完都不夠9分鐘 我就覺得偏測真的太大了 它說明書有教話扭盡一點再扭回頭會準一點 例如你想教5分鐘的話可以扭到6分鐘那裏 再扭回頭指著5分鐘會準一點 但是它條鏈都幾實 倒轉扭不是幾好扭 加上我整天扭回頭會扭壞它 我都是用回自己的計時器算 它開了機之後表面會熱 預熱之後最熱那份大約維持在七十幾度左右 是你摸下去覺得辣手 但又未至於立即辣熟你那隻熱 整部機只有見到烤盆耳朵的孔開著會過100度 如果你不是手箭堆下去的話 弄緊的時候應該沒什麼機會辣 當然啦 如果有小孩或者寵物的話 著了機器就真的要網實啦 便宜點那部沒有預熱燈 說明書說自己預熱2-3分鐘就夠的啦 用來我覺得沒有預熱燈的問題都不是很大 還有便宜點那部的時間制反而準一點 都是扭到10分鐘那樣計 我試了幾次它都是差一點就10分鐘那時才行完 計時的話我就信它多一點啦 不過這部機開來之後表面熱過剛剛那部 只是說過面的話最熱我見過90幾度 它夾完之後旁邊是看到蝦本條邊的 所以開著量的話邊位中間可以去到200度 這些好熱好熱又算外露的位的確是這部多些 好像危險些那樣 不過你不手箭的話 這個分別好像沒什麼所謂 他們兩本說明書都有跟食譜 作為一個貪務虛榮的人 我當然是跟貴點報過食譜啦 我做的是美式鍋夫的食譜來 今次是試效果而已 就不用問我好不好味啦 兩部我都會預熱5分鐘之後打開塗牛油再倒粉漿 因為預熱好之後派烤盤好冷熱 所以如果一大堆牛油堆下去的話 它會大油彈到周桌都是 這下是我拆不關兩部機事 大家用的時候落牛油就不用落得那麼闊老啦 這部機的說明書說 一份窩夫大約落80毫升的粉漿 我量好之後一下倒下去看看它有沒有線路 我最擔心的流到整桌都是沒有發生 算它有良心啦 再試一下 刪好不久之後粉漿開始熟就會飄出蒸氣 這部機集中在兩邊的洞噴氣 記住不要把手放進去啦 食譜說夾3-5分鐘 第一次我就試4分鐘 出來比我想像中成功 花東西都算完整 這張沒有留到周圍都是 而且起舞還好容易 不過第一次拆了想不到粉漿遮不住格子就會穿洞 所以第二次特地倒滿少少 出來就靚仔好多啦 他們起舞的下都是軟身的 擺網格攤冷少少 面頭就會開始乾身和硬的啦 兩次做出來都做到外乾內軟的效果 外面夠硬都夠乾身 但就不脆的 不過不脆是關我食譜事 部機都做了它要做的事的啦 我做了兩次都是底的顏色 靚仔過面的顏色好多 底也都乾身過面那一層 不知是關我倒得不夠粉漿事還是必然的呢 但以沒有經驗第一次做來講 我覺得效果已經很滿意的啦 用同一批粉漿來試便宜的那部 都是預熱完5分鐘之後夾4分鐘 夾緊的時候噴蒸氣的位大範些 整條邊都噴光煙感好像很澎湃 但可能這部機沒有剛剛那部那麼熱 都是夾了4分鐘之後出來底面都沒有剛剛那些那麼上色 所以第二轉我夾了6分鐘 出來都好像臨過毛巾一樣 跟著我還試了第三轉和第四轉都是夾7分鐘 今次攤完之後就乾身少少啦 其實夾第一轉已經發覺 這部機比剛剛那部上色沒有那麼均勻 夾了幾轉快快都是兩折色的 還有夾得不夠久 表面就做不到剛剛那部那麼乾身 可能是有個帽子整體薄一點的關係 夾久一點的確做到跟剛剛那部一樣那麼乾身的效果 但同時切開連裡面都乾了 如果只是看這次試的體驗 我就覺得要做外乾內軟的鍋膚的話 除了選一部機 這個模型都很重要 這兩部機來講 就真是貴一點這個布做出來效果好一點啦 之後試下做鯛魚燒 我都是跟貴一點這個牌子的食譜 粉漿用的材料和比例 和剛剛窩夫的都有些不同 雖然吃起來有點像 但做出來的表面是脆一點的 跟回我食譜 它說預熱茶油之後倒粉漿 開著蓋讓粉漿放到差不多 在中間握個孔放紅豆 再倒粉漿下去蓋著它才夾起來 我做頭兩轉都是第一水落得太多粉漿 所以等它set都等到蚊粉 沒什麼空間給我一個洞出來之下 我唯有撥些粉漿出外 本身都預卵了會流出來 但結果又沒事 是出來條魚條邊 黏著很多好好吃的殘渣 做出來不用攤很久 就有外脆耐軟的效果 魚的花紋都很完整 但我第一轉做的時候 蓋面的粉漿落得不夠 令紅豆漏出來 所以兩條魚的表面都是黏黏黏的 又不脆的 第二次沒有漏那麼多 但表面上色都不是很帥 又沒有那麼脆 條魚還有刀疤 整體來說 條魚兩邊分開看的話 上色是雲長的 而你漏汁的空間都幾多 第一次做都不難夾到條魚出來 就算夾得不漂亮 魚都沒有爆肚子 可以整條拿起吃 都算容易做 用便宜一點那部夾的時候 我都是犯了同一個錯 就是等一睡粉漿倒得太多 又有一點點漏紅豆的情況 不過夾出來都算是成功的 魚都叫完整沒有爆肚 這部條魚好像小些 大裝紅豆的空間好像更多些 如果你細心對的話 這部的魚上色都沒有剛剛那部那麼均勻 不過就沒有鍋膚感覺 還有夾魚出來的口感 跟剛剛那部真的差不多 沒有說吃得出哪條魚 用哪部機夾那麼大分別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那個帽子設計好過鍋膚那個呢 兩部夾的時候都試過 漏紅豆出來黏著帽子 如果趁熱用濕了的廚房紙抹的話 反而便宜那部容易抹走一點 但如果你說用完 攤冷了帽子之後 浸軟的積在洗的話 我就覺得兩個帽都是那麼容易洗 最難是塞發東西進洞洞洞洞洞洞 只是關個帽子的形式 不是好關質地的事 兩部機用完都有彈油的油漬 我都是拿電解水抹的 說明書沒有說可以落電解水的 你就自己想搏不搏得過 兩部機最難清都是個價位 但今次沒有災難性的流汁 只是當一點點的油漬 抹起來都算輕鬆 不是那些清到你不想再開的廚房電器來 不過如果你漏汁 留在烤盆底會怎樣 我就不敢說了 還有一個很小的位置 貴的那部烤盆旁邊 有點疑似有銀色coating的金屬位 同時用的時候都會熱的 它又不是易結料來 甜的東西黏了下去都會焦 不是那麼好抹 便宜這個烤盆旁邊都是膠 有些東西黏了下去都沒有那麼容易焦 所以就會好抹一點 貴的那部的底 設計到比你繞電線之餘 還可以打直站在這裡 收起來都算整齊 不過是些多了出來的烤盆要另外處置 便宜這個部就沒有想你怎麼收了 沒有繞電線的位置都不覺得它專程設計到站到 不過是它旁邊夠平可以動站 條電線都是條條肥的 它們兩部用了 我的確覺得貴這個部順手一點 因為它的扣好扣好多 在部機熱那時不用擔心要保持部機開扣生扣之餘 它的蓋都有手把洞 好直覺就覺得開蓋那一刻有適的位置拿下去 至於平這個部的蓋是沒有洞的 有些不知拿邊的煩惱 唯有滴住時間掣或者扣開同生 而且它的扣真的好想人真 尤其是部機熱那時不是很想按住部機 但是我又要保持部機再用力按才扣到 怕辣的心理壓力很大 有時寧願不扣實它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部部的扣都那麼齊 還是我這部手工特別差 不過它再出新款的話希望我設計沒有那麼齊 試完覺得這些夾夾機比我想像中容易用很多 就算第一次用都夾到那麼磅的東西出來 你們最期待的血流成何場面都未出現過 只是講今次的效果的話 兩部用來是有分別的 夾出來的東西的確是貴這個部效果好些 但是如果你要求不高 沒有追求最完美的鍋膚 只是想在家屁股鬼夾一下東西的話 可能便宜那部已經夠做 但是貴這個部 除了買牌子買虛榮之外 還是買延續性 它出了很多年 這部機都還是買夾夾機的人的選擇之外 配件都還可以配到 香港還有代理 不會太容易用殘了配不回敲盤之類 如果不是嘗試玩的 這些就未必是你的考慮了 不過它們兩部有多耐用 夾多少次會知道媽媽都不認得 我就真的回答不了 有沒有誰買過還要用壞了的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嘻嘻 加油 按讚 加油 點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